今天上午二度開準備程序庭 涉嫌行賄的台塑總管理處 副執行長侯水文 直接是當庭認罪 承認有向鄭文燦行賄500萬元 直呼是一生當中唯一一次犯錯 請求法官重慶亮行 即便戴著口罩全身包緊緊 還是尷尬的拿文件家 硬是要遮住臉龐 原來他是前台塑總管理處 執行副總侯水文 涉嫌對前桃園市長 鄭文燦行賄500萬 14號二度開準備程序庭 是他當庭認罪 雖然侯水文離開地院 全程不發抑鬱 但在庭上他全都認了 請求緩刑 侯水文表示 向鄭文燦行賄的詳細金額數目 和聯繫管道 全由廖俊松打理 自己一概不清楚 詳細賄賂金額 一切細節全是事後才被告知 但還是認罪行賄罪行 因此也不申請調查證據 繼上個月29號 前台塑集團顧問廖俊松父子 出庭坦承犯案 侯水文是鄭文燦貪污案 第三人承認行賄 所一生唯一一次犯錯 在以高齡80歲 和身體因素為由 請求法官侵判緩刑 不過其實鄭文燦收回案 審訊過程一波三折 這次侯水文認罪 也是曲折不斷 本來在檢方偵訊期間 他堅實不土 今年6月初起 被羈押禁見 到8月27號起訴醫生師 才終於在羈押廳中 改口承認行賄 成了第三名認罪被告 會不會成為 壓垮貪污案的稻草 結果將會如何 全民都在看 記者劉志展 桃園採訪報導